塔城地区首个投产运行的大型风力发电厂 瓦伊塔斯风电厂日前正式并网发电 一级工程地处老风口东段 建设工期13个月 年发电量约1.2亿千瓦时 将缓解北疆地区电源紧张的局面 同时每年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约1000吨 二氧化硫1500吨 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瓦伊塔斯风电一级项目投产发电后 二氧项目随即启动 未来五年内 瓦伊塔斯风电厂将得到持续开发 并最终实现规划总投资40亿元 装机规模50万千瓦的目标 成为北疆最大的风电厂 塔城台 陶建军 陶江华报道 新疆著名风口塔城老风口 经过十多年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如今已形成了12.6万亩的防护磷网 肆虐多年的风膜终于被降助 风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3年春 老风口防护磷网综合治理项目启动 经过生态工程建设 以桥灌草结合 多层次交错 多数种相间的治理模式 形成了阻风挡雪的防护磷网 遏制住了老风口重灾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局部区域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经过造林治理 目前老风口生态区年平均风速为每秒6米 比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历年值减少了每秒1.5米 林区气候也明显改善 空气湿度提高了5% 蒸发量减少了1.5% 塔城台报道 各位观众 我现在脚下站的这条路就是塔城市南环路 近年来塔城市加快实施修建干险公路 沉乡道路建设 村村通游路工程 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前上街的时候 路面小号上街的半个小时40分钟 现在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塔城了 农资也方便了 随时打电话 农资就可以送到地里面 为方便更多的农民 在加大城乡公路建设的同时 塔城地区还在各个乡镇厂建起了科运站 以前我们上街的时候都在路边 尤其是冬天这里很受罪 没那个候车室 在候车室 现在我们等车也很方便 截止到2008年 塔城地区公路总旅程已达8000公里 近90万农牧民从中受益 塔城台报道 利用得天独厚的逆温带气候优势 木垒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努力增加农牧民收入 在大南沟乌兹别克乡 沙玛利汉这两天正忙着芹菜的销售 他高兴地说 光第一茶芹菜就挣了1500元 如今在大南沟乌兹别克乡 蔬菜大棚已由2007年的6座 增加到了现在的30多座 目前木垒县的各类生产温室大棚 达到了1360多座 设施农业已成为当地农牧民 增收的新量点 昌吉台报道